大家好 我是即將有重要事情與各位宣布的 王德拉小湯 歡迎回到王德拉頻道 沒錯 我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與各位宣布 就是我即將要成為全職YouTuber 這個決定其實對我人實在講算是還蠻重大的 那剛好因為疫情的緣故 所以我回來台灣之後沒辦法入境日本 那就會有一個很長的空裝期 那這些很長的空裝期我也沒辦法去找工作 所以乾脆就來好好充斥我的YouTube頻道吧 其實我也很想要找機會拍一支影片 就是作為我這個王德拉頻道的一個起點 我的王德拉頻道大約創立了有兩年左右 那是因為我的頻道更新率沒有那麼高 所以沒有辦法一直成長 就是之前工作太繁忙啊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剪片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那在我沒有更新的期間當中 其實我是一直有在拍攝的 只是一直沒有時間把那些拍攝內容做成影片 那我就想說運用這個空裝期的時間 就來好好充斥我的頻道 那往後這一個頻道也會改變方向 就是以紀錄我的生活 跟我的興趣為主 那王德拉Gaming我也會繼續拍 那接下來的重心也是會放在王德拉Gaming 我就會想要當一個真實的車手跟賽車遊戲 以及駕駛模擬器的一個橋樑 就是用偵測邏輯去講解賽車遊戲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比過日本籃球賽 那我在日本也跑過主播賽車場 茂木賽車場 茂園賽車場 茂園賽車場 智光賽車場 ��amy Jibasaki To Jinkana 我基本上都有跑過 自己本身也有經營的車隊 就是Skan Motorsports 那往後也會有跟密切的合作 那也會有一系列的企劃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能拍的題材還蠻多的 那各位也一定要在下面留言 就是告訴我說 你們會希望我拍什麼樣子的企劃跟系列 然後記得要在我的每一支影片下面留言 這樣我才知道各位的口味是什麼 那大家看到這邊 也不要忘記把這影片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告訴他們說 欸我身邊有個朋友想不開 又要去當 YouTuber 看他可以撐多久 那說到這邊可能也有些很好奇 就是我過去的背景 就是哇你怎麼可以這麼多地方比賽啊什麼的 包括我大學的時候也是 TSR 的車手 就是我比了三年的 TSR 這往後我也都會拍一系列的企劃 去講我過去在日本比賽啊 在台灣比賽啊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我終期目標是會想要把它寫成小說啦 因為我人生真的還蠻像小說的 如果你喜歡聽鬼故事的話 我也會拍一個忘得仔鬼故事 因為我遇到的鬼故事真的是 保持你晚上不敢睡覺 所以說這個頻道就會算是 是我一個夢想想要經營的一個平台啊 那以上也差不多是我這個忘得仔 Channel 的一個起點 那也非常感謝以前訂閱我的觀眾 以及願意跟我互動的一些粉絲啊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點擊這個影片的話 也非常感謝你觀看這支影片 各位就期待我接下來的更新吧 我發布這支我要當全職YouTuber 我下禮拜就要去台北忙了 因為我準備籌備一個比賽喔 那這個比賽呢我就要先賣個關子 但是我找了兩位非常大哈的人物跟我一起合作 對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要辦什麼樣的比賽 那當然我在辦這個比賽過程也會拍成這個Vlog 跟大家分享 就是記錄我的生活 那各位就期待我的影片更新啦 那各位千萬不要忘記去關注一下我的IG以及我的FB粉專 那以上差不多就這期節目的內容啦 如果你想要看什麼樣的企劃跟系列的話 不要忘記在下方留言告訴小湯喔 那我是小湯 這裡是王大阿圈喔 我們下一次再見啦 我是小湯 很快 什麼東西 我 stampinglle 열 ض철 什麼東西 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